这是妈妈特喜欢的一个菜 在炎炎的夏日里 来一个清香甘甜的欧饼 味蕾味之一阵 淡淡的欧香缠绕着唇齿 那种滋味仿佛置身 约连河之中 清凉一人 熟悉尽小 食欲大增 小时候妈妈总是做这个菜给我们吃 健康又美味呢 蒸欧饼的做法步骤 1.莲藕一节洗净 2.刨皮并磨成肿 加少许盐拌匀 3.五花肉剁成肿 加入一茶匙盐 半茶匙糖 二茶匙生抽调味 这个菜主要是指材料本身的味道 所以调料就不要下太多 太大 保证这个菜的清爽 4.将调好味的肉末和藕融倒在一起 5.充分搅拌均匀 使肉与藕充分的融合 6.倒入碟子内用勺子稍稍压平 7.撒上葱栗 8.上蒸加蒸15分钟即可 9.好吃 又下饭的煲饼做好了 1.薄药栗 1.薄药栗 1.薄药栗